chinesefn.com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chinesefn.com是一个赚钱的网站 Jason好 老板好 不敢不敢 那么我那争取每一天都得露露面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重魁之重 实在看不下去了 大家都在问 连朱丽也在问 老板股票啥回事啊 今天终于我们这个股票小跌一点 我们今天发布了一条消息 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我们自己的Optahap这个油 很多人问我老王你自己用不用 我今天每天早上都用 因为我们以前的 今天ZRX成交量比昨天还是差不多 前天27万股 但是呢今天一些大麻都出现反弹 这是个好现象 其实我有个德国朋友啊 他今天跟我发了个电邮 他说啊 这个好像这个中文投资网的股票啊 最近有一些压力啊 但是呢 他说我的那些客户呢 都同样的抱怨 最近都有压力 你看TRTC 这是所有大麻股里面成交量这个最大的 每天是就是成交量最大 大概400多万股吧 你看他今天上弹了10.10% 他也是在跌穿200天 反复在这个200天增持以后呢 最后 啪啦啪啦下跌 跌升以后呢 开始反弹 还有这个MASRO MSRT 这是今天也是上涨3.62% 还有一个加拿大的WEED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麻公司的市场份额 今天依然是下跌 下跌一毛四 有点像CRX的图形 是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ADX 我也是看到这个 就是到了30 一般要到50几才算是差不多了 那我看CRX这个ADX也是 它的压力非常大 到54 有可能到60几呢 就可能差不多了 今天有位朋友非常 听得非常仔细 我真的要感谢这位听众朋友 他说老王 昨天看了你节目 你说有一个网友 说CRX支撑点是在哪里 然后你就不说了 他说能不能告诉我 我说还不能告诉你 人家不让我说 我不好意思说 那么anyway 所以我今天每天都要露露面 那么明天我也争取露面 希望杰森也早点来录像 好的 因为不露面呢 就有 就有这个事情了 人家就会多想 其实呢 我觉得大家 想着 因为我是在九毛八买了 Andy老大的也在九毛八跟了 他说我跟你这个CEO 那现在我 我都抬不起头了 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很多朋友都认为 老王在敲地 安度重唱 啪啪啪 总是显出 那个大弹 啪出来 五万股 两万股 以为我告诉你们 就是说 前几年 我们总有一些股东 买的价格非常便宜 四毛钱 那他们现在这些股票刚刚解禁 所以我个人呢 我没有股票抛出来 我只能这样说 我自己也买了股票 还是我那句话 公司有非常多的 positive news 正在developing 很多股民 就说 妈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反弹 什么时候抢反弹 什么时候点位可以进 我都无语了 你叫Jason的话 我真的 就是 大家就是有心里 有一个想法 老王有猫腻 老王有猫腻 老王 老王 老王有猫腻 这个想法 但是呢 我可以坦白的 只能告诉大家一件事 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法律呢 我不能告诉大家 第二 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会不会出现巨大的波动 但是呢 我有一句话 就是明天会更好 朝前走 不要朝两边看 对 以前你是我统领人吗 我是68的 你是多久 我比你小两岁 你看过日本的那个电视追捕 你就会融化在蓝天里 当时我们看了老多遍了 那些Andy他们都无可思议 这种电影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 但是其实如果按照 我们当时的收视率 这种电影可能是真的是 有追捕 有这个 有加里生赶死队 对 然后早上我们看到 大街小巷都是飞刀 对 因为那个是一个 讲四个美国兵都是 Andy听这个故事 加里生赶死队是 四个都是流氓 反正把美国呢 监狱拿爪 对 下去打德国人 就是把他们 都有一些呢 会飞刀 有的是神偷 对 有的是什么 反正乱七八糟 四个人就在德国的境内 乱搞 然后这个电影 电视剧一播 一播完呢 整个上海的 弄堂门 啪啪啪啪 全是飞刀的音质 后来就播了 就是我们当时 社会 就是精神非常空虚 对 在当时只要一播 这个电视剧 万人空向 对 家里没人了 然后呢 中央电视台吓死了 不敢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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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后来有什么 知三四郎啊 大西洋抵来的人啊 对对对 我现在还是老了 这些过去的事 怎么都记得那么清楚 记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小落唇子 你记得吗 但是你问我 上周在哪里干什么 我记不清楚 其实啊 我们觉得当时的生活 现在的人 精神很丰富 每天看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乐四啊 现在听说 有一条新闻说 乐四倒闭了 几乎把所有的人 都赶走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 钱多惹的货 钱多烧钱烧的 烧的是乱烧 乱烧 乱烧 无绝止的烧 所以我们 我们呢 现在就是 推出了这个Opt Ham 我们待会会 也会说一下 Anyway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 大盘呢 依然是高走 但是呢 有一些股票呢 像苹果呢 表现的不是很好 道琼涨了74点 纳斯达克 涨了24点 标普涨了5.97 这个2404啊 最高点 好像是2405 对 就差一点点 你差一点点 可能到了上面 就要拐头了 如果看看UVXY 我看都差不多了 已经走成小双底了 对 11.11 新低 新低 还是 还是会 会冲一下 但是 但是如果2404冲破了 安崩盘就倒霉了 安崩盘今天晚上 又拉着个紧钩走 别 别走啊 火车你慢慢 你慢慢走啊 我觉得这个地方 即便向上突破 也是 只要越上 越位置越高 越要小心 哦 那是 这个 反正我的仓位 就是小心 小心 今天我看看 那个Puma Biotech PY 74.95 非常好 上次 哇 今天涨了17块 上次我在50块 要挂单 他们今天好像那个 breast cancer的 诊疗做出来 但是在74就没意思了 我在49准备挂单进去 结果没挂到 胖胖 今天是跳空高开 这个FDA 基本上批准了 你看人家烧钱烧了 8块钱一股 蛮能烧的 但烧完以后 这个 烧成了 这个我为什么说 咱们这个 有很多人有阴谋论 因为CBD啊 你查一下CBD Handboil和Cancer 两个字在YouTube上面 是很火爆的 呃 就是 这个Pby 他说 他能够治疗乳腺癌 他只不过 让一些乳腺癌的患者 多活20天 50天的 这种样子 但收费老贵 这就是叫他的 Breaks 突破型科技 这20天 有什么价值 不管啊 这个就是 就是 因为这个美国啊 他的这个就是 要精确 你这个 这个为什么CBD 这种东西 它是民间的疗法 因为 呃 这个 这一列要一吃 你肯 就是基本上 你80%的人 都能多活20天 嗯 你要做到这种精准 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所以很多人 有些阴谋论 说哦 这个CBD 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 美国的医疗科学学会 也不喜欢 美国的FDA 也不喜欢 因为让他们没办法 如果真的说哦 这个CBD 你每天来多少量 你的乳房案就好了 那完蛋了 这些药房都关门了 他花烧了八块钱 烧不过你一个 一个 一个plan 所以有些阴谋论 我作为比较客观的朋友 来讲呢 呃 呃 事实上是有很多 包括亚马逊 有本书说 我是如何用CBD 治好我的癌症的 啊 那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呃 CBD这个东西呢 你信 信与不信呢 就是说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反正也没有坏处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 这种 烧八块钱烧成二十天 挽救了人家 多活二十天 这是 这是也把美国的 这个医疗系统 给彻底烧坏了 因为二十天和五十天 没啥区别 对啊 您说二十个月 二十年的就甭说 但是对这个公司 就是巨大的 因为一粒药 就能卖十万块钱 然后这个十万块 谁付呢 就医保 那奥巴马医保 真的是把他坑死了 对 对对 但是现在美国呢 也有很多 这个大家要 要利用这些机会 很多有些朋友 都来找我 说听说你有什么 什么什么 那我就告诉大家 美国有很多药厂 在他们做 一七二七三七 临床的时候 他把老鼠呢 做在人身上 所以很多药 他非常便宜 就是根本是免费 让你测试着做 你就是白老鼠 但是对白症患者来讲 反正吃了也不会死 反正也快差不多了 就赶快吃点 所以 但是对这家公司的话 可能是一级别的 revenue 就是一下子 火了 七十四块九毛五 那周一的时候呢 他早上发了一条新闻 他说FDA 基本上能过 但是他们在周三的时候呢 就发表一个整个的委员会 因为他们不是一 就是说 他们有个独立评审机构 然后呢 给十个委员 看 你觉得什么 大家在投票 可不可以过 今天呢 就投票过了 那这公司 也就火了 也就火了 因为他的 整个的一个过程啊 昨天也为 Bergerman 在那个 VIP里问我 为什么你买这个股票 你有什么理由 他还给我看了一些 在这个 网上的评论啊 你看这个股票啊 最高到过 279 然后呢 你可以看 他就走了一个小双底 对 这就突了 当时是被认为是 治疗乳房癌的 一只大牛骨 但是在走到280 附近呢 出现了一些 坏的临床试验的结果 就开始走了 所以他的整个的 一个过程呢 已经进行到了 五年的历史 那么他已经 进入了最后三期临床 这个突破的话 就回到200多块 说明他又重新 可能成为一个 但是这个齐全 重新成为一个 治疗乳房癌的 一个明星骨 但是齐全这个东西 老贵了 就你要玩齐全 一块兑两块 这个就 没意思 对对对 还不如买股票 但是当时 我很想买 哎呀 就是稍微 他当时跌到49 我给大家再分析一下 星期一 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呢 就有太多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一个声音 使得大家呢 做决策的时候呢 就会一会儿听听 Jason说的 一会儿听听 Warren说的 就会 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茫然 对 来 我们看一下五分钟图 当时呢 这个股价呢 就来到49 高开以后 49 59 52 基本上你看今天就 啪一个高开 基本上通过了啊 所以一下子就 就就就 就彻底高开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呃 我想一下就是 当时我挂了一个单 500股 可惜没买到 我当时是想 在这个点位 嗯 应该是呃 就是当时是想跌到这个 对 我差了一点点 我想再到49买 哎呀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嗯 所以呃 如果我当时50块买进的话 今天应该有24块的利润 嗯 今天上涨了 17%左右 OK 所以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 好 然后呢 Jason跟大家复一盘 今天大盘继续高走啊 嗯 嗯 这个 NVIDIA 今天说获得了 因为我听Brian 他做的 小伙子做直播 做的很不错啊 今天再创新高 软银呢 投资成为他第四大股价 嗯 很多朋友说 哎老娃你 你上次说那个NVIDIA 真的很牛逼啊 那么大家 注意这本书哈 昨天我在SVC Media里面 呃 这本书我看了十遍 呃 巴菲特的书 我看不进去 嗯 啊 我看不进去 我觉得他这个思路呢 呃 比较保守 比较稳健 对 呃 过于保守 那么这本书呢 是如何发现和投资 下一个热门股 那么呃 他的这个老板呢 现在是一个基金的老总 呃 是上市公司的一个 主要投资 网络科技公司 呃 然后呢 他给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投资原则 我看了整整十遍 我来回看 我非常崇拜这本书 为什么崇拜这本书 因为我是一个 成长股的一个投资 我不是 我不是这种 呃 就是说价值股的投资 嗯 第二巴菲特不投资 呃 这个科技股 我就喜欢投资 科技股 啊 或者一些新的idea 那对于巴菲特 是一个很稳健 而我是比较激进的 那我认为呢 大家看完这本书以后呢 我们经常讨论 我们能够发现 一个很赚钱的股票 第二呢 我们要学巴菲特 持有相当长的时间 最好就远离这个安不满 因为他天天叫你 进进出出的 搞来半天呢 这个meet呢 他来回 他来回做投机 也做得非常成功 昨天有一位朋友 问我默默 默默现在涨到多少 八十块 三十几 默默不行 默默需要休息了 嗯 前两天公布业绩还不错 但是呢 呃 有点健光死 这个 升高之后直接就 他这个 pe这个 107倍 昨天在凤凰的微信上 哈 有一位 古友 古评家 这个 郭亚夫 写了一篇 这个华尔街 华尔街多媒体 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看了 为什么默默 业绩好 股价下跌 讲了通懒 我回去看那篇文章 其实里面就一句话 默默 今天业绩 发布以后 股价下跌 没说出这个原因 但标题是说 为什么默默 业绩好 股价下跌 其实很简单 你看这个市盈率 就知道了 107倍 很多朋友说 什么叫pe 什么叫市盈率 我就是告诉你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我上次问一个会计师 在四大 我说老大 pe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今天投资 一块钱 我要多少年 还回本 如果是107 就是得告诉你 107年才得还本 对 是吧 还得就是收益稳定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 没有盈利的公司 那么就代表 永远不会还本 对 如果巴菲特投资的 说pe 始于三倍 那么意思就是说 三年就还本 对 这个公司投入进去 那很多人说 那老王 我投资这些公司 投月投三 pe越低越好 那不是 对 那还得看行业 其实国内A股里面 你不要看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 安崩盘这种 小股民散户 上电视台讲 他们老会讲 有一次我在节目 因为你上那个 第一财经啊 这个A股啊 大平台 基金经理 就是海阔天空 很剥削的 都没讲到点 但是那些小股民 下午四点钟 就像上海以前 有个 有一条街 专门谈股票的 广东路 那边 全在那边 那你现在有了一个电台 作为一个工具 电视台 那他有一位股民 就讲得非常好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要买股票 就要买高市值的股票 高pe的股票 就是越高越满 对 这种方法呢 有点 在我讲的 就像强盗一样的 强盗逻辑 对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股市的原理 就是这样 越是高 高预期呢 赌的人越多 但是在崩盘的时候呢 它就 最近好像中国A股 赤心股全线崩盘 对 乐视 乐视这种 到底为什么赤心股崩盘 昨天 母帝也把中国这个降级了 一开盘 中国A股全线暴跌 但是很快又收回来了 好像国家队进去了 一个是国家队进去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紧缩阴根的这么一种 这种 征兆 因为我们从侧面的了解 就是也最近 我估计有很多网民也知道 这个7月1号可能限制外汇的流出了 原来是一年5万 现在的话可能又 又收紧了 超过1万就得要说明 说明情况 如何如何 怎么怎么样 这说明国内还是要收紧赢根 收紧赢根 那收紧赢根的话 对股市 Oh my God Oh my God 你看这个东西是什么 GBTC 今天涨了41个percent 这是比特币 比特币的ETF 他在OTC上 今天涨了121块 你们这么分析师都没关注 我前两天还和那个主编 你们Coy讲GBTC 今天涨了121块 涨了41个percent 今天Bitcoin疯掉了 疯了 今天收到2500以上 为什么 历史新高 这不是2500 这4000了 就是那个比特币的 但是你看他昨天是281 2800多 今天是4000多 这很疯的 因为还是虚拟货币想保值 也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 是不是中国出现了巨大的 就是很多人都要求买这个比特币 所有的外面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 有各种饼牌 有的叫Darkcoin 有的 昨天Kevin还在跟我说 老大你千万别再说比特币了 千万别说 因为他说前几年你说的太牛逼了 你说现在就买三只股 三只股什么股票 比特币 亚马逊 别说 别说 这是什么思维 说对了也不让说 我说了 可能会刺动很多人的心 当时比特币才只有400块钱 今天比特币 这个GBTC涨41 我对我们的分析师非常不满意 就是这么大牛逼的股票 没人关注 没人叫 都是做一些很稳健的 就是来回 打 我怎么就要讲呢 就是 老太太喜欢的潮 买菜钱 今天我赚了20块 我好兴奋 我知道吧 我喜欢跟安奔凡做秀 因为安奔凡一上秀了呢 他笑我就有信心了 因为他是老江湖 如果他笑就说明我讲的很可笑 就是哎呀 小菜钱 我今天赚了5块 我们应该拿点气势 这5块钱不要 我要5个million 今天涨了121块 老大 来看一下图 哎呀 今天说起来我气 因为前两天 Kiven周一的时候跟我吃饭 老大拜托 别说 关于这个故事 我们有一个非常隐患的故事 隐患啊 我不能说 说了会让人很多人伤心欲绝啊 你知道吗 以前比特币1992年的时候 看看这个图 看看这个图 当时只有21块钱 现在涨了415 我不是 当时啊 比特币92年刚出生的时候 我们当初 我就喜欢搞 我原来差点搞比特币去了 就是 但是我就是准备一下香港啊 架几个比特币的这个数码机 就是ATM 你可以买比特币 后来国家都在打压嘛 我也想 原来做这个比特币的平台 但是这个比特币 92年的时候 17万2000个比特币 买一块披萨 一个slice 17万2000个比特币 现在 老大 你算一下 现在17万2000是多少钱 对 然后每个人都说骗局 比特币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 这个就是 因为现在有很多 数码币 叫币 Dotcoin 莱克币 我研究很久 然后呢 这个比特币这帮人呢 做这些平台交易的 都是靠比特币 发财的这些人 在搞这个 在纽约证交所旁边呢 在Ball Street 还有一个比特币的 Exchange Center 当时很火 哇 很多人 当时比特币500块钱的时候 然后 分析师 你问问那个 你们的主编Coy 我是不是跟他讲了 一个代号 GBTC 我们文章里面都没讲 就是说明 我们的所有的编辑人员 他们从信念里 从他们的信力 就是他们的心愿里面 他们就是怎么样 每天就能 够了够了够了 我赚了20块钱 哎呀 我今天没带币 明天带点钱 我有20块 拿出 哎呀 我今天赚了200 可以了 但是这个东西 你买1000块 就不得了啊 今天这个股票 你看今天 What happened 问题是老大 你知道咱们会员的 不乐意止损 我真行火 好吧 你今天来说吧 我今天该说的 PME2块9毛8 RGBTC Oh my god 这个是人家恶意潮啊 这个一扩265 就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一路最高啊 哇 我的天哪 太牛逼了 这个等于今天就翻倍啊 对 主要就是 会员的不止损特性 让我们必须得找文件的股票 要不然的话 咱们 咱们高举高打的话 有风吹草动的话 咱们节目就没法做 我的风格完全是不一样 我明白 我今天蛮可惜 因为前两天 刚刚跟我们主编讲过这个代号 92年12万7千块 7千个比特币换一块披萨 一块披萨在92年 在纽约的时候 应该是02年 不是92年 02年在纽约大概就两块钱 以前我刚到纽约 一块皮 我记得是一块半 一块半 一块披萨 你像17万2000块披萨的话 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高盛不是有一句话吗 我觉得是应该大家铭记在心的一句真言 叫We are looking for long-term greedy 请Jason老师立马翻译一下 嗯 你刚才说的 直通法语 你看我们小胖 他没有任何的幽默感 是 他在想他家的猫 意思就是说 高盛说我们是长期贪婪 我们是长线贪婪 高盛是犹太公司 巴菲特也是犹太公司 所以这句话就道出了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就是我们是长线 长线的一个 我个人觉得 你不能把这个比特币的上涨 货币紧缩有关系 嗯 应该比作于说 Moodi 昨天下调中国的评级 反映在 全部反映 全部反映在 因为比特币 布拉已经说了 90%都是中国吵架 嗯 那为什么中国被调节以后 说明这个比特币已经在中国变成毒品一样 所有的钱都想 一个一个评级机构 好 他居然能够把一个主权国家降级 这是一件大事 你看你看那个美国曾经发过一句话 你看 谁敢降级我们美国的评级 那你等着瞧 就美国人当时啊 有过这句话 是 很狠的 那中国评级被调节 没有反映在中国股市 因为中国股市是一个国家队支撑的 这个比特币它是人民的象征 所以散户说 哇操一定要搞比特币 因为这个东西 但是我估计 国家队也要出手了 国家都现在都已经约谈了这些平台 都说你们不能搞啊 所以都不能出去啊 但是大家还是用各种方法 比如说翻墙啊 或者说互换啊 这个比特币就一币难求啊 这样说 对 你说中国有那么多虚拟货币 Q币 狗币 莱特币 比特币 只有比特币 才是被人家信赖的一个东西 是吧 炒作热点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这种炒作的话 国家队就快出手了 这个很恐怖 今天这个比特币的trust 居然涨那么多 我觉得是不是还没涨完呢 来来来 杰森老师 谈一下比特币 我对分析师 以前也跟杰老师老吵架 我觉得 我觉得啊 就是蒋介石说过一句话 叫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可错过一个 我对老师们的要求 就是说宁可 你错误一百个 但是你一个就要爆 行 YX就说要爆这个杰森的菊花 你就要爆这种心态了 COME ON COME ON 所以来说 这个Eddie 你看他是一个 我今天要把他压到一个地方 跟他天天说笑话 说到他笑为止 他就是一个雷打不动的 这个拒绝笑话人士 我们说那个爆菊花都出来 Andy还是不笑 你看他到两百就是突破了 哎呀 我失望啊 我就是这个性格 我就是说 VIP你们没抓到 这个YBIT没抓到 宁可全部止损 也不可放过一个大牛骨 一个大牛骨 我在这个这次 这个 这个 这个再说一点 废话比较多 就是在华盛顿 我开了那个 怎么投资大马骨 那么这个投资专家就说了 那是在Austin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些投资人啊 每一次投资一家公司 要么就赚十倍 要么go hom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公司的期望 就是要赚十倍 因为这些VC 基本上都是十个才九个 对 九个失败 一个成功 一个 抓到一个 就赚 对 所以我自这种心态 大家呢就是说 哎呀 杰森说够了够了 今天打了一点小菜钱 够了 我快去给吧 老大 谢谢 小菜钱 老大 等咱们自己呀 弄基金类的时候 咱们再弄这一件 我对基金一点没兴趣 你带着咱们VIP这个 好几百号人 真的没法弄了 他真不知所 我不管 这就是 那我们开一个自由论坛嘛 我就今天说 大家买买买买 我就操作 你别 今天2435块钱 涨了 对 你看他这个图啊 哎呀 这个太漂亮了 美国2400 人民币多少 China 哎呀 China Yuan 625,800 哇 这草风啊 草风 哎呦 这个看看 我是很贪婪的一个人 就是我要么不做 要么就是赚大钱 哎呀 错过大钱 比什么都难受 是 比止损还难受多了 昨天我看 我看了那个 我懂你的压力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上次 前天我止损了Apple 我就是亏了两百 我也很难过 我难过啊 难过就是 哎呀 跟着我的朋友们 怎么老是止损呢 天哪 给我发一个大财 但是我实在 现在忙得不亦乐苦 就是如果Bitcoin 那个发了 这也我的天哪 这个有没有 这个 但是好像这个 这个是吵得特别厉害 太厉害了 现在就话 国家队出手 国家队出手了 这个没办法 管得 管得呀 好 继续说吧 继续说 不打搅了 因为我也有事 也有事 因为我今天 我没跟踪 我前两天 跟Coy说的 每个 就是我肯 看到那些 稳健派 我就蛮讨厌的 像 像 我又那种 老大 咱们搞个 真功智能吧 每个月 每年赚个百分之二十 货比 巴菲特 巴菲特 我至少一年赚 十倍 我才过瘾 巴菲特 我不过瘾 我只能这样说 我觉得 从这种观点上来说呢 我也是 比较贪婪 就像我那个 死不改悔的 弄UXY一样 现在找到了一些感觉 找到一些感觉 什么时候该弄 什么时候不该弄 找到一些感觉 但是呢 针对于 站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平台上 带着这好几百号人 一块打仗 这种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跟自己 做毒狼 那感觉不一样 自己就 那行 我风险控制 一个剑敲下去 就止损了 如何如何 但是这好几百号人 他确实不动啊 他确实不止损啊 这个 如果碰上 能缓过来的股票 那行 你要缓不过来的股票 那 那全推荐 影响 那就不过 那就全推荐CRX 哈哈哈哈 因为老大就用不止损 自己是 自己的公司 不止损 没有理由止损 但是呢 大家都在问 老王什么时候止损 但是我还是告诉 我们的股东 有好消息 在等着我们 黎明就在前夜 大家可以看到龙头股 TRTC MSRT 所有的股票 德国的朋友 今天跟我说 哦 看看CRX 好像今天有一些 这个压力哈 但是我的所有的 其他客户 都是有压力 那没问题 你像TRTC MSRT 大家不要气馁 大家不要气馁 Andy老大 你也不要认为 老王要害你 真的是不是老王害你 就是大家 学你学的太多了 止损 轮流止损 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个有老多 很多外国人 也在里面 他们也是根据 大马股的 整个的板块 你可以看龙头 就是这样 我希望我们成为 美国 中国的龙头 一中国一用大马 怎么样用CBD 帮大家制 很多很多 就是帮大家 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说白了 说白了 我自己用了CBD 我的生活品质 得到很大的提高 怎么提高呢 睡得好 然后精神足 其实我自有很多毛病的人 三高啊 什么这些乱七八糟都有 我是喜欢这个 因为我都觉得 自己的人生 时间不多了 我只争朝夕 我每天 你看从早上 今天早上是 四点五十分起来 一直干到晚上 昨天晚上是 十二点钟睡觉 当然当初有睡 有回家睡个午觉 没睡多久 然后又去打了半小时篮球 但是我觉得 只争朝夕啊 时间不够用啊 五十四岁 Steve Jobs就挂了 我就当把自己 每一天生命和Steve Jobs 你不要整天想着 哎呀 还早 还早 我 我 我四十七岁 还早 不能 你就想我 四年以后 我就挂了 我这个 你知道 每天就像 乔布斯一样的 疯狂的工作 老大 我只想送你四个字 人寿前进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 这个CBD 为什么我每天 我是觉得是办 真的是办很多人 办好事 办善事 办善事 具体不说了 我们将会有很多很多的意外 给大家 作为 CRX的老板 我就跟大家 每天呼吁 不是我 因为上周四啊 我终于决定 我脱队了 因为我以前看展会啊 介绍朋友 我的名片一大堆 认识老多人 但是我累 我现在就像 只做一件事 为我们的股东 为我们公司做点事 让我们公立成为 一两亿四只的公司 这是一个很重要 然后每天 我工作时间非常长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 老王是一朝不变的 这个工作狂 想做事都会这样 好 然后下面给杰森做 好 杰森说 你确定这次是我了 好来看看这个 YX是不是 你继续说 今天 今天的话呢 我们看到呢 大盘啊 这个开盘之后 还是波兰不惊 那么在美联储基要公布之后呢 产生了一些波动 产生了一些波动 最终呢 指数向上 指数呢 向上有了一个推 向上推动的一个动作 力度的也是 力度呢 也是有限 黄金的话呢 在技术性从38块钱 回落的构成当中呢 那么在触及到32块钱下方之后 技术上也有所反弹 那么这个在借助美联储 基要的这个背景呢 形成了一个反弹趋势 短线上还是反弹 那么上涨的压力呢 还是在37块钱到38块钱一旦 这是这个NUGT和黄金的一个 大概走向啊 到市场来说的话呢 美联储基要这一剂要下来之后呢 市场有所反应 但是呢 反应就是四五个点啊 咱们以标普为例 四五点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市场呢 这个要 我在VIP当中呢 跟大伙也说了啊 能够 给这个市场强劲的要 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 只有川普先生啊 只有川普先生 那么要不然就是 跟俄国之间彻底没关系 洗白啊 要不然的话呢 就是彻底的这种抹黑 那么市场才会出现一个大型的波动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信息的话 单靠这种什么 这个指数啊 这个美联储基要 恐怕市场呢 出现大幅的波动比较难 所以说呢 我们谨慎的看这种 创新到的过程 就这样 每次我跟你说 就你说了老嫂了 然后你跟Brian就说老多 主要我觉得老大还有很多事 需要处理 我这要 要跟VIP直播似的 好的 那没问题 就是大家关注这个比特币的一个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很惊讶 因为我每天说白了 就是孩子在6月9号可能放假以后 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多交流 但是每天四老多老多 所以真的是错过了很多PBY 也没有怎么去跟踪 没时间研究 然后那个GBTC 我希望我们的老师们呢 要多注意一些发财的股票 好 蒋介石那句话 宁可错过1000 宁可错杀100也不要放过一个共产党 你们就把股票热门股作为一个共产党 那种穷凶极热 立功啊 一定要有这种 每天否则 5块2块 我懂我懂大家 但是我是 我是这种一炮而红的人 行咱们到时候看吧 把这仓位分一分 然后文件型的仓位咱们来一个 然后机器型的仓位来一个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大家投资可能比较 对我对很多新事物比较敏感 对比特币啊 VR 大麻呀 什么人工智能啊 这些都非常敏感非常敏感 但是对一些老从老旧的 所以我对巴菲特整个不是 不是特别的欣赏啊 但是逐渐我也在学巴菲特的方法去跟踪这些公司 文件的公司 每个人投资理念都不一样 好谢谢大家啊 希望天天能跟大家在一起 好 拜拜